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我去给一个客户送完卖了 我就把蛋糕放在我的电动车上 可是一回来 发现那个蛋糕没了 我呢 我把客户投诉我 我就赶快去主座赔上人家188块钱 可是这188块钱 是我两年的血汗钱的 我每天跟风吹日晒的干十几个小时 一个月也就3500块钱 而且我还有个孩子 他整天嚷嚷着 别人都有父母 辅导作业 可我呢 每天跟工作十几个小时 顾都顾不上他 为了这个家 我妻子 还要辅导他功课 还有工作 可是我是个男人呢 这家里面的重担我得捡起来啊 是万万没想到 这宋外卖 雨夜刁忙的客户也就算了 蛋糕也能丢 大哥 你也别太难过 这人生嘛 起起落落的 这坎总会过去的 你也别太难过 这困难都有 这不过 总有办法解决的 你得相信呀 这世上还是好人多 这雨后总会见彩虹的嘛 这成功之路总会有坎坷的 哪会一帆风顺呀 姑娘 说得对 每个大男人在这哭哭啼啼 沮丧半天 姑娘 谢谢你 你能想开就行 大哥 我呢 继续忙工作了 哎 行 那大哥 你连去吧 好 再见 再见 这外卖小哥也不容易 哎 哎 你这 又玩手机啊 没有啊 我刚才给你订了个蛋糕 然后那个送外卖的 他过来 说你的蛋糕被偷了 然后呢 给了我188块钱 原来 原来是你啊 什么事啊 今天你不是生日吗 我再给你订一个 哎呀 不用了 这我刚刚回家路上 看有个外卖员在那哭呢 这 他就说他蛋糕被偷了 赔到客户188块钱 这没想到是你啊 哎呀 这我还安慰他了一番呢 人家也不容易 哎呀 他女儿也在家呢 这我平时他想付到孩子写作业 他都没时间 这 赔了188块钱 人家两天都白干了 他过来也没有跟我说别的 他就说不要给他插屏 然后这个钱呢 就给我了 然后我也没多想 我就收下了呗 路遥 你看 这人家外卖小哥也不容易 这 他这美单也赚不了多少钱呀 他还给咱家了188块钱 他家条件也确实不好 这我刚才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也知道 你看 要不咱把钱退给人家吧 咱再顺便多给他点 咱家条件总比他家好吧 他 他还有孩子呢 那你老婆说的也对 这毕竟今天你生日 也算是一个有纪念意的事情嘛 是啊 行 我给他打电话 我在那个订单上 应该能找到他的电话吧 可以啊 哎 有了 喂 哦 你是刚才给我送外卖的吧 哦 就是那个蛋糕丢的那个 哦 我就是跟你说 我这个订单好像出了点问题 然后你明天来我家找我一趟吧 嗯 看着处理一下 你最好是按时过来啊 要不然 这个差评我就给定了 哦 行 好好好 他答应了 嗯 明天等他过来这儿再说吧 行 那我去你做饭去吧 行 去吧 来 来了 来了 谁啊 来了 哎 姑娘 这是你家啊 是啊 你进来坐吧 哦 行 来 不是姑娘 这是你家 是啊 大哥 昨天 听到电话里面的人说 这个订单有问题 让我今天过来 好好的过来看一看 嗯 兄弟 这个订单 没有任何问题 更何况 你还主动 赔偿我 毕竟这是你自己的分子 我昨天跟我老婆也想了 毕竟这丢蛋糕也不是你的错 而且你家也不容易 我这有两千块钱 兄弟 你拿去吧 不是 大哥 这钱 太多了 再说 这不是我应该要的呀 这不是我的东西 我叫他干什么呀 唉 能不给差评就行了 我这还有多多要 我昨天呢 跟我老婆说了 这我也是有一个小公司的 然后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你可以辞掉外卖的工作 去我公司上班 起码不管是什么待遇啊 时间啊 都要比你送外卖要好得多 真的吗大哥 这样啊 真是太好了 这一年有时间照顾你女儿 真是谢大哥了 兄弟 三两的人总会有好报的 这样吧 我带你去 咱到中午了 请你吃个饭 然后咱再去公司看一下 如果你觉得合适呢 以后你就跟着我看吧 行 真是谢大哥了 那这个钱你拿着 这钱我不能用 您都给我安排工作了 我现在感激您 还感激不近呢 行吧 走 老婆 老婆 我回来了 回来了 你看 我今天看了一个衣服 可好看了 你看看 我不想看 我被一天封门下来累死了 那你不看也行 那你给我买了吧 哎呀 那个也不贵 你都不买块钱 你自己想卖就买吧 你问我干什么 哎呀 你给我那钱 我今天出去 给我闺蜜逛街的时候 都花完了 你花完了 你不是省了点啊 哎呀 这女生出去 那不都是 坐坐指甲 吃点东西 你给我那点钱 哪够用呀 我每天累死累活的 我跟一下班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行不行 一回来就让我买正买闹的 这 你问买东西怎么了 我是你老婆 你问买东西难道不应该 应该 我是应该 可是什么衣服 什么都在给你买完吗 啊 你有几下够穿的就行了 给的你也有钱 自己不了解解 乱花 我跟一下文 啊 你每次回来都让我 让了这买这买那 我拿了那么多钱啊 给你自己的钱 自己不了解解 每次都乱花 一回来给你活也都不干 个桌子让我擦 个地盒的让我扫 我娶你回来有什么用啊 那那你原来是都给我买的 你现在是不爱我了 你看我不是你买个东西 你都活我 你肯定会没有女人啊 你什么女人啊 有什么女人啊一天天的 我回来我歇一会儿我就不行 你 行 我回你娘娘去 想回啊 别敢去 德纲 德纲 巴黎 你不是回娘娘了吗 啊 你回来干什么 德纲 我回去之后 我跟我妈说了 我妈 她吵了我一顿 她说 我竟然都嫁过来了 都不应该那么任性 她说你每天上班那么累 我应该体谅你 我 我每天在家 什么也不用做 你还那么惯着我 我妈她教育我 让我应该体谅你啊 这样你每天上班那么累 你回家之后 我应该关心关心你 给你做饭的 这以前我都没做到 对不起啊 糟糕 我知道错了 玛丽 知道错就行 昨天也是我 脾气没有收入 我这每天忙着工资业务 这个业务量实在太多了 我回来就想睡觉 所以 你让我看着干纳 也是我 当初结婚的时候 答应了 要好好陪陪着你 什么都依着你 怪我 就想着休息了 其实 应该给你好好买点衣裳 毕竟你是我的妻子嘛 我应该很爱你才对 昨天 我做错了 对不起 哎呀 都刚 嗯 这以后你就安心的上班吧 这家我收拾着 然后呢 这洗衣做饭都我来做 以后你就安心上班就行 老婆 你那这么想 真是太好了 不过 你放心 那晚了地了 还有这桌子 我来擦就行 你呢 以后我都给你点钱 你想买什么给买就行 以后我花钱也不会那么大手大脚了 以后我也会出去找份工作 帮你的 哎 行了 这就行 毕竟咱俩父亲嘛 那些小吵小闹就过去了 嗯 哎 这天也不早了 要不我出去买菜 我给你造饭吃 哎 行 咱俩一块 哎